今天的财经产业消息 我们帮你整理出的 环与世界通来特别关心 全球现在争抢科技的技术 尤其中国的通信技术发展的快速 让大家都还在 享受5G带来的各种便利的时候 中国野心勃勃 其实早从2019年开始 他们就成立了6G的推进组 要来致力发展6G来实现商用化 好 来看到 一般来说 移动通讯每10年会换一代 因此中国算一算了 也定下了确切时间 接下来要让中国的6G网络 能够在2030年的时候 他们希望就可以正式的 进入商用的阶段了 好 那大家会好奇说 接下来6G和5G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 因为毕竟大家现在 只使用的是5G嘛 除了最基本的网速变快之外 最明显的不同就是 接下来5G的部分 我们可以知道 它只支持通信的信号 发送跟接收等等 进入了6G时代之后 基站将可以同时支持 包括了通信还有感知 好 重点就是这个感知了 简单来说 未来6G将能够利用 无限的电波 感知到周边的环境 还有物品 甚至是形状运动 具体来说 简单来说 就像是在一些交通的路口 当你的基地台 经过了升级之后 就可以监看整体的车流量 并且来更好的 做交通上面的管理了 好 那现在致力发展的6G 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哪一些国家 我们也带您一起来特别看到 先来看到的是强国美国 前几年有调查报告就特别点出 美国现在5G网络 还是全球最慢的 不过如今我们来看到 美国的TIA电信产业协会 打算干脆我们直接跳过5G好了 发起的所谓这个叫做6G的联盟 而且它的阵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除了美国的三大电信商AT&T Verizon之外 还有其他像是高通 微软 脸书 还有南韩三星 芬兰的Nokia也都是 这一波的创始会员 将会持续在位6G做准备 好 再来看到是欧洲国家了 10月份也传出 欧盟会提供1.3亿欧元的一个补助 来持续用来做相关的6G技术的发展 跟研发跟研究 好 再来看到东北亚的部分了 两个重要的东北亚国家 先来关注到的是日本 首先来看到的是 日本等一下来看到 先来看到的是南韩 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 成功实践5G电信商业化的国家 事实上在5G的商用之前 LG它就已经成立了6G的研发中心了 当时它采取的是包括 让5G跟6G技术同步研发来做进行 而南韩相关的资通讯单位也计划 未来5年将会投入2200亿的韩元 来用作研发在6G的技术上面 并且规划接下来 2028年就要来实践6G的商用了 好 刚刚我们提到的日本 再来关心 为了要支持6G的研发 特别政府设立了 这个300亿左右的一个基金 鼓励民营企业 接下来赶快加入6G研发工作当中 预计2030年开始 就可以使用6G网络了 好 关心完各国的状态 我们来看到台湾的部分 现在进度又是如何呢 好 台湾的部分是由科技大厂联发科 目前是带头 当这个领头羊冲刺6G 并且联发科它是发表了一款 叫做以卫星和地面网络整合为题的 一个6G NTN的一个技术白皮书 好 大家也知道 过去其实台湾常常因为基地台 到底要盖在哪里 造成住户抗议也让网络的设备 我们要去兴建的时候 常常会致爱难行 因为有太多的抗议了 未来确立有了6G之后 联发科特别强调了 接下来的卫星通讯 将可以改善各种的限制 为那些没有地面网络的地方 都可以来提供 包括了卫星的简讯 甚至是通话上网都没有问题 甚至还能够提供特殊的紧急服务 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碰到的 像是紧急的救难或者是无人区的一些监控 跟野火的防治都可以做一个更有效率的一个监控 另一头除了联发科之外 国内的电信大厂中华电信也表达了对6G有兴趣 并且指出台湾目前5G的涵盖率是在全球第五名的 未来希望透过6G技术会将网络延伸 一路从空中到海中到地上 无所不在 好 接下来透过报道带你了解 中国发下豪雨要实践6G的网络商用化 究竟该如何达成呢 中国通讯技术发展迅速 现在力贫从5G进化到6G时代 但要推展6G需要移动通信 与人工智慧 感知计算等跨领域融合发展 6G技术吧 其实它也是5G的 作为它代际更新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 这个移动通信每十年一代 所以面向6G来看了 它的这个商用时间也基本上是在2030年左右 它的标准化制定时间会在2025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指出 预计到2025年5G用户将超过9亿 渗透率超过5成 而跟5G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6G要连接的对象不只是人 还包括机器人 元宇宙 6G基站将同时支持通信和感知 可以利用无线电波感知周边的环境 物体的形状和运动 并利用这样的系统 对无人机 交通上的车流量进行管理 中国科学们有获得了很大的距离 在做试试上新的空间温暖的 温暖的技术 在空间温暖的温暖 这个运动场运动 事实上 中国从2022年就开始进行6G技术试验工作 今年陆续开展了关于6G系统架构 和技术方案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6G推进组 5日也首次对外发布6G网络架构展望 和6G无线系统设计原则和典型特征 再再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发展6G的强烈企图心及举行力 环渔新闻 许明星奏合报导 好 刚刚透过新闻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展豪宇说要全力来拼6G网络的发展 不过当地网络近期却频频出包 这样发展6G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来看到在美国对中国的晶片禁令之下 升级之下 过去半个月以来 其实中国的三大网络巨头频频出包 三大网络巨头包括哪些呢 像是阿里跟滴滴还有腾讯等等 他们接连的是出现了APP大规模当机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是否是美国对中国科技封锁的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呢 我们先来稍微回顾一下 中国近期网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好 先来看到几个重大事件 先是双十一结束后的隔天 也就是11月12日晚上的6点多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中国最具规模的云端系统阿里云 疑似发生了大规模故障 并且呢 在11月27号中段将近达到两个多小时 一个月内甚至发生了两次大档机 好 紧接着 在11月27号当天深夜 包括了上海 北京 广州等各地的滴滴出行的用户 他们 好 我们来看到画面 11月27号当天 发现APP是几乎完全不能够使用了 连司机呢 他们要提理车资都出现了问题 不但造成当天 中国有5亿的用户他们通勤交通不便之外 很多人甚至在下雪天只能自己徒步去走路 更初估一个晚上 损失金额就达到换算新台币17亿元了 好 接着我们看到是12月的时候 12月3号的时候呢 腾讯的视频竟然也出问题了 包括呢 发生的地方在吉林啊 河北 江苏 上海 甚至是福建等等多地 当天晚上传出腾讯视频突然间没有会员的服务了 本来呢有不少的追剧组 他们都在微博上面哀嚎叫苦 让相关的讨论再次的冲上热搜榜第一名 整体来看 根据统计 光是今年中国类似事件 其实已经发生至少是四起了 而针对种种争议 中国企业当然了 官方说法都解释说 只是网络的问题 或是系统出了问题 没有涉及到美方 然而有中国的科技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极维网 特别指出了 美方现在持续的晶片禁令之下 很大程度冲击的是中国的企业 因此他也建议中国应该推进 它在AI领域上面的发展 建议中国要来打造健全的供应链 强化自主研发 今天多个报道来深入了解 中国网络服务接连出包 究竟怎么回事 跟美国的禁令到底有没有关系 兄弟们淘宝服务器崩了 可以看一下都没图片 中国三大网络巨头 最近一个接着一个崩 还登上微博热搜 淘宝又崩了 崩了都崩了 让网友也崩了 在上个月双十一结束后的隔天 中国最具规模的云端系统阿里云 疑似发生大规模故障 范围涵盖 淘宝天猫 咸鱼阿里云盘等 接着11月27号 在中国拥有超过4.5亿用户的 网约车业者 滴滴出行的APP出现异常 有人结不了账 有人被多扣钱 甚至有人表示 系统显示他打车打到欧洲去了 到了12月3号 换腾讯视频出大包 很多会员发现网站登不上去了 让想追剧看影片的人也较苦 不到一个月内 中国网期系统服务接连出问题 有资深技术人员透露 这次滴滴全平台 全业务都故障了 肯定是自己的问题 也有部分人士推测 这是否是美国对中国科技封锁的效应 开始浮现 尤其是高阶晶片进口受限 可能影响到网络系统的正常运作 还有人认为是受到企业裁员影响 这是因为这一两年以来 经济形势不好 各大互联网企业都在裁员 以至于他们裁掉了很多一线员工 使得各个平台的系统都出现了崩溃问题 这些中国网企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有网友就调侃说 这些企业挽起罗伯敦 阿里崩 阿里崩 阿里崩完滴滴崩 滴滴崩完腾讯崩 面对美国不断升高 对中国的科技封锁 腾讯崩完下一个会是谁 欢迎讯下你做不到 само欢迎讯下了